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进山去挖竹笋 前面有一片竹林,我们去看看 现在长了没有,走吧 竹林快到了,就在前面 不知道这个季节有没有长 去年这个时候长的还是蛮旺的 去看一下吧 现在到了,就这一片竹林 这种竹子我们叫南竹,特别的大 好像看到长笋了 有一些老了不能要了 这一棵还有那一棵 那一棵的话,看样子还是老了一点点 提前来时间就好 这两棵笋的话就让它成为竹子吧 我们再找一找,那边还有一个竹子 还有一片也是这种南竹 南竹特别的大 这边有一棵,这边有一棵 这一棵就可以要了 这种南竹特别的好吃 它的笋,也叫这个甜笋 它是不苦的 还是不苦的 它太多了 我要到上面了一点点 好,到上面一点点 嗯,不苦的 嗯,它是不苦的 我摆了上面了一点点 嗯,我摆了上面了一点点 这些竹子有些蜜,所以这笋还是有些难去啊 可以了 这一颗就有几斤种了 现在我们继续找 成功收一颗,这一颗就够吃一餐了 这边又有一颗,这一颗还特别的大 这一颗就刚好啊 这一颗就够了 了 那是 又收获一颗排排棒棒的 哎呦漂亮啊 这里又长了一颗这个小的 可能过十天这样子又可以要 这片竹子就没有这个省了 有的话刚才看到老了 有的就刚刚讲这一点还要不了 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 这里成功收获了两颗 这种大概有五斤这样子 这个可能有四斤三斤多吧 反正一颗省就炒一餐 这种拿来炒腊肉炒鲜肉都非常的好 过那边去看一看 到这里就发现有一颗 有一些老的 哇现在打雷非常的厉害 估计等一下要下大雨了 这个就快成竹子了这个 但是这边这一颗 这边还有一颗好的 这一颗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要 现在竹子留着没什么作用 以前山里面在山里面的时候啊 还用这个竹子来编这些 呃 背楼啊 别的东西 还用得到 但现在这样子的竹子已经很多年没人过来砍了 没什么作用 现在用不到那些啊 煎的东西吧 这一颗应该能吃 我就把它砍了 留的成为这个竹子也没有用 应该能吃啊 剥开看一下 这个就重了 哦 有一些老了 但是这一节能吃啊 这节还很嫩 知道不砍就好了 但是只能吃这一点点 这一颗就把它剥开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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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上面可以,上面可以 还可以啊,还可以 哎呦,可惜了 能吃到这节,但是下面这节也能要 已经成功收获三颗了 太热了,今天汗水一直往下流 这里发现了两颗,这个小的不要 我们就要这颗,这个比较大一点 完成了,我们就要用这种小的小的增丝 进去的增丝 加上了一颗,最后的增丝 把增丝上来 有点滞丝 那边,这样子那么多 这样子,就不用用这种增丝 更好,那么多小的增丝 成功就收获一颗 五六斤重 好了不要了 那边还有 过几天再过来要 这些都是 山货鸡瓶货 这些卖的话 外面好像也是要买好几块钱一斤吧 但是他们那些好像是种的 我们这个带山山 这些是野生的 种的话 它就不让这么多竹子长起来 看一下这些竹子 长得太密的话 像这样子的 它直接死掉了 因为太密了 可能是水分不够 雨水不好的话 这些太密的竹子就全部死掉了 死了好多颗 但是它长得稀一点的话 就是它就不会死掉 像这样子的话 它离得比较远一点就好了 现在我有收获了 四颗 几十斤了 现在打雷越来越厉害了 天黑乎乎的 估计要下雨了 好 现在装袋子就出山了 这四颗应该有二十多斤 进山难出山容易 因为带东西比较重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